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精解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彭泉七段 彭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盘棋我们给您带来的是由世界冠军米玉婷 他对着Master的一盘棋 这盘棋是由米玉婷直黑 Master直白 好 我们来看一下棋局 对 上来那个世界冠军米玉婷 您也是寄出了一个好像Master最喜欢的一个 兴大飞 对 小木大飞手脚 也是想看一看Mask怎么硬 Mask还是普通的小飞手脚 然后这会儿米玉婷是学Master应该是吧 对 他使出了一个监虫 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到就不一样了 因为大部分的高手们都是贴或者爬 但是Master他选择了拖先 对 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喜欢拖先占据主动 对 因为我们看其实说实话这地方确实不走也没什么了不起了 黑鞋也暂时拿白了没有办法 所以说拖先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大飞 我觉得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 正常都是小飞的 好像米玉婷走了好几个大飞 想看看Mask怎么硬 它有点针锋相对的意味 对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的话 白鞋走了一个简单的曲控 然后爬 然后这鞋不能顶 我们给其他们看一下 这时候不太好 顶是不太有力了 这时候顶白鞋会跳 这是以前的老定式 但是我觉得配置稍微弱一点 稍微摆一下 这样的话 其他们看到白鞋拆边太舒服了 就是这个骑方向不好 不是说本身这部顶不好 其他们要注意 因为现在的话很明显 黑鞋的发展方向在右边 这边有个心 为不了多少 结果这时候它要全力的扩张右边 反正脚都是没了 然后顶一下以后 我觉得下一步棋 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是这一步棋吗 对 很像是Mask的一种 惯常的下法 因为其他们后来 在吃鞋干什么 他就是反吃一下 黑鞋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他只能吃鞋子 这时候 可能其我们在绞尽老师算 这斑了打有什么意义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棋 然后他就又拖鞋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棋 然后他就又拖鞋了 他随便走两下以后 他的人又没了 他去上面了 对 上面那几步棋其实也是损棋 我们看到 把黑鞋的大飞鞋撞得非常的结实 本身之前的话大飞鞋还是有一些鱼味的 现在的话就变铁空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子 它本身看起来没什么意思 然后他简单的包扎了以后 最后拆在这以后 其我们会看到 反而莫名其妙的 是不是看到黑鞋右边的模样就没了 总之你假如捉不住这个字 这三个它是可以给你吃的 这两个也可以给你吃的 你只能吃一边反正 你吃一边另外一边就活了 假如他这三个或这四个一活 其我们看到了 是不是这个后视暂时就没什么用了 所以说下到这里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有特点的 就是右边的这个倾销手法 非常的有特点 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借鉴一下 这个是不是跟那个平常特别喜欢的 走这星无油角 然后白旗挂完之后 在这碰 跟那个有点异曲同工 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它这个我觉得更直观 因为我们看到它脚影 在脚影变成白旗的情况下 它会最大限度的清分你的后臂 我们看其实这一团子现在越显尴尬 就是从紫销上来说 好 时针黑旗压在这边 对 当然了 这时候黑旗还是有旗可下了 这边因为马上形成一个大雪崩 对 这时候白旗最终选择了跟黑旗 搬起来 走雪崩 如果是以前它下得起这样的地的话 我们看到确实场合很重要 滴完以后 就能看到这个地方不是很好解决 作为白旗来说 暂时加不好加 你要拐它就长 这还是很大 由于这边很薄 以后甚至黑旗从上面攻过来的话 白旗虽然能活 但是有可能会被压制 所以这地方会非常大 所以这时候它选择雪崩 马斯特的旗最主要的就是方向 行旗的方向 我们看到雪崩 但是走完雪崩的时候 我们以为会一个波澜不惊的雪崩 它又走变招了是吗 它又走出了一个好像之前从未有人走过的一条路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普通的雪崩 普通的外拐雪崩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如果选外拐雪崩 我觉得应该白旗的精神就崩溃了 黑旗只要吃过去就好了 先让白旗打一下 这是一个气子 本身的话白旗是可以取势 但是我们看到 全部看你现在就弄了一个铁壁以后 其实没什么意思 我顶住了黑旗的铁头 黑旗我觉得就像一块钢板一会这样推进过来的话 白旗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 这个控制白损了 所以说这时候是外拐的话 好像是不能这么选的 内拐就不给请我们说了 那个太复杂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看起来白旗是有一点困难的 让我们来看实战 这时候白旗显得打下面 对 它就选择 然后再扳上来 对 它选择的是保这个脚 扳确实以前没有人下过 因为扳的话 我们看到它其实就为了要先手的 拍 如果因为它直接扳的话 它就会长 我们给其我们看 好 就是你就拍不起来 如果你现在拍的话是不行的 它把你拐死了 你气不够了 你扳来不及扳了 这吃着你了 所以它先扳 它等于是扳是很损的 但是它扳完以后一吃 只有这一口就把你吃了 你只能去补 然后它抢了宝贵鲜水以后 它才开始连扳 对 它开始连扳 然后爬 然后我还爬 爬到几个二楼 它只能爬 因为这地方黑鲜脚上气很长 它必须得爬 爬完以后 全线后再把头挺出去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其实只说局部而言 黑鲜跳 我们看到白鲜 其实虽然那个脚接近20目鲜 可能20目左右 但是黑鲜的外饰是非常雄壮的 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的话 白鲜爬二路 被黑鲜长这么多头 应该黑鲜这个外饰没有不满 对 如果是普通的进行的话 我觉得奇尔玛 这部鲜还是也是需谨慎下的时候 因为如果没有什么配置关系的话 黑鲜是不吃亏的 我们看到黑鲜光这个胖子 它以后围个10级目鲜没有问题了 你最多20目 它已经10级目了 问题是我们知道 这个潜力跟对外面的影响发展 是肯定 比如说打起架来 外面作战的时候 白鲜的压力是很大的 甚至别的地方 黑鲜有可能弃子为中央的大空 白鲜会很被动 这般鲜 虽然看起来占了几目鲜的便宜 白鲜飞到这儿 白鲜抢完先手以后飞到这儿 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 黑鲜是不是也就单单的 就这一块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发展潜力 对它最主要是我们看挺完这个头以后 这个地方上面这个边已经变成布毛之地了 就双方都没有意思了 因为白鲜这个顶是个先手 以后马上就能看到了 对 然后这时候 这是白鲜黑的一个先手 然后走完以后 黑鲜主要下不鲜没有鲜下了 这是他选定式 左上方定式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这时候米鲜亭会发现迷茫了 就是下不齐全部看到没有 因为他就把这个挂脚给翻了 好像这个地方也价值很小 这边价值也不大 对对对 这边价值更小了 这地方你 只能下这边了 但下这边的话 我们看其实二路打拔是绝对先手 其实也剩不了多少了 就是以后如果只说纯棺子的话 打拔总是白鲜 对 那个白鲜 我们看其实你也剩不了多少 对 也就是猜了个三二一 所以说其实你去逼这个的时候 蛮无奈的 我觉得 然后右边他暂时没搞明白 应该怎么样去攻击白鲜 我觉得这部逼还是有点缓的 说实话 是不是还是应该攻一下白鲜这一块 对 怎么样也得想办法 进攻下 右边的白鲜 因为我们看这很厚 中间也很厚 但我不太确定 就不知道行不行 总之应该尝试一下 我们因为唯一的弱点 白鲜就是在右边了 可以尝试攻击完以后 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中间都是黑子 像这种整体攻可以吗 这里主要是白鲜会硬 白鲜会硬 它主要迷茫在 它这个 那我撑肚子能行吗 它这个肚子太大了 对 然后黑白鲜都硬上 比如都虎上 它眼睛闭上 然后你在往前的时候 它这个空腔冰就来了 但其实白鲜就着 我觉得它也围不了太多 因为 不 这块它是围不了什么 但是问题是它空腔冰打进来以后 你是吃它吗 还是供它吗 吃吗 看起来好像 请不看 我觉得应该看起来不像是死鲜 那你要是不吃它的话 不是就全回了吗 就很难违 你这样怎么违吗 对 这样没法违 可能还不走 就是它很痛苦 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鲜 其实它也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中庸的 场面也不空 然后白鲜站又爬了一手 你这个爬很大 因为被拐上以后 以后要收气 是先手对吧 拐是后手 但是以后会收气吃 是这样 所以它爬下来以后 它就全是空了 然后顶是个先手 请我们注意它只能虎 因为这不能长的 就一个挖 这一切断以后 就不看这就被吃了 体质接不上了 所以说尖是个先手 它只能起 然后白鲜把这个飞起来 对 其实这步鲜 我觉得稍显保守 可能米玉婷没有觉得自己落后这个时候 既然下面价值不大的话 它是不是尖冲能好一点 它主要是担心它尖冲完以后 就是刚才的这个问题 还是一样的问题 白鲜空洋铭投进来 中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围 对 它怎么攻还是怎么围 就是它想抢个空 它抢个空 其实我们看到 这出了一个投以后 其实中间黑鲜就剩不了多少了 但它的思路就是抢空了 我们看到黑鲜 它既然已经走这个了 它就是全力的 这盘骑Master也是一直在抢空 对 米玉婷的思路 这时候是全力抢空 跟它拼后半盘了 但是就抢完空以后 我们看到这盘骑 双方就互相抵消了 我们把这个地方看完 它进脚 然后把鲜扳 开始踢 白的跳 这时候黑鲜得围 不围的话跳一下很难过 黑鲜围了一个 对 然后这时候关键是 白鲜抢到宝贵的 先说把右边补上了 白的二路下裂 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到 双方等于基本上已经是划清界限了 然后黑鲜打入 对 再点进去 如果再被二路挡的话 太大了 对 白鲜就简单的处理了一下 对 双方简单爆炸以后 我可以给 对 抢完这里 给鲜我们简单判断一下 对 打刷完 爱奇把端补上 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 黑鲜这个中间 大概是十几步级 十三 二三步级 这地方大概四目级 十七目级 这个边的大概五六目 二十二三目 这地方大概两三目 二十五左右 然后右上那个角 不算这三个子 大概是十五六目 实际上搬完以后 黑白的应该跑不掉了 就大概增长到二十五左右 二十五加二十五 黑鲜是五十目 白鲜这大概至少有七目 这地方至少有七目 七目看到很明显 十四 然后这里面基本上不用收气了 这块有二十五目 二十五目可能还多 所以说这三块过四十目了 我们看这地方 确实白了没什么目 白鲜大概四十目出头 黑鲜刚刚好过五十 五十左右 所以说是盘面十目 可能弱一点 但该白鲜下 而且这多少少有点目 我们不能一目不出 这块鲜 是不确定有多少 所以下到这里的话 其实形势非常非常的接近 但是黑鲜看起来 好像仔细看 还是稍微可能多一点点下风 因为我们毕竟算这三个 已经死了了 这三个还 如果算死了 白鲜还有接用 这地方还有点 而且关键是海白白的下 先出手 这地方也不安定 所以下这里虽然很接近 但是好像四五百戏 已经越战上风了 所以这盘棋 其实米玉廷发挥的 也是很不错的 对 总体我觉得 Master这两个 几个非常规下法 其实我们还是要慎用 慎重 再慎重 就使用的时候 它真的只是 必须要有场合 必须要有方向 才能够去下 对 彭老师提醒了 也是非常有道理 相信现在棋 我们确实也有些人 在学Master的招法 但是 像这种变招 我们可能还是要 看场合 对 这个是一个 非常高难度的 技术动作 我觉得 其实我们 最好还是下普通的 职业九段 也是在研究 怎么下 对 那好 这番棋 后面是非常接近 米玉廷应该是 他只输了半目 但是我们后面 因为Master 现在已经略真上风了 后面虽然还很接近 但是我们 由于时间关系 不能继续摆了 我们这盘就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